燕子 嗯 你别看那么多手机了 把手机收起来 你这马上就要师父了 你这对孩子不好 你不看手机又干什么呀 你躺着休息 行吧 慢点 喂妈 啊 你说什么 你要出去旅游啊 跟谁一起啊 啊 那行 那你们去哪呀 啊 好好好 钱不够啊 行 那个 五千怎么能够呢 一会儿 我给你转两万 行行 放心吧 儿子有钱 你 你 你没好好玩 啊 我一会儿 用手机给你转过去 行 那就这样吧 怎么了你 咱妈要出去旅游 你刚才还说给他转两万块钱啊 是啊 这我妈出去旅游 这不带钱怎么能行呢 刚才她说 钱不够 让我给他转五千 那五千怎么能够呢 我想给他多转点 给他转两万 你说这孩子马上就要生了 你一下给你妈转了那么多钱 再说了 你妈她出去旅游了 我这生了孩子谁照顾我呀 燕子 那瞧你说的 这我不是在家陪着你的吗 这我妈 她平常也没出去过 这好不容易出去一趟 不让她好好玩呀 我也没说不让她出去玩 我只是想让她换个时间去 再说了 你一下给她转那么多钱 这孩子一出生以后 这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咱上党弄那么多钱去啊 行了 这我妈在外 她年纪这么大 她拿钱少了 我也不放心呀 对不对 再说了 我是她儿子 她抱我养大 不容易 我相信她是应该的 我没有说不让你孝顺她 我只是觉得 这出去旅游 没必要一下给她转两万块钱吧 怎么没必要啊 你懂什么呀 不想跟你废话 我给她转钱去 哎 什么人啊这 谁啊 来了 对方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哎呀 我来有点事情 这燕如在家吗 哦 燕如在家呢 你们这怎么了 哎呀 走吧 妈 来来来快坐 这是燕子呢 哦 燕子在屋里呢 我叫她 燕子 燕子 妈 你这次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过来 看看燕子 燕子 你爸 你妈来了 妈 燕子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看看你 哎 我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啊 好就行 妈 你这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看你的表情做太对啊 燕子 不瞒你说 还真有事 什么事啊 是 是 你爸他生病了 我爸生病了 怎么样严重吗 没事 你别激动 就是在医院 打架呢 那我去看他吧 走 你别去了 现在你行动不方便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跟你们借点钱 借钱呀 孙宝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把咱家的钱都拿上 让爸拿去 给爸看病去 咱家哪有钱啊 没钱啊 咱家怎么可能没有钱啊 这所有的钱 不都是你保管的吗 我是拿上的 但是咱们家还有用的 你这马上就要生了 这以后家里 这开交多大呀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赶紧拿钱 给我爸治病要紧 我拿钱治病 你哥呢 你哥 怎么不拿钱呀 你是女儿 这事应该你哥问 呀 孙宝 是这样的 我在你家之前 去你哥家 拿过钱了 可是还不够 是啊孙宝 你赶紧去啊 现在还分什么 拿上女孩呀 这这都是父母的孩子 这出钱也是应该的呀 行了 叶子 你们家实在要是没钱的话 妈还是回去吧 妈 你回去你能想什么办法呀 孙宝 去拿钱呀 拿钱 你把咱家的钱都拿出来 咱们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孙宝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爸现在在医院呢 你就眼看着不管 行了 不是我不管 是咱们没法管 咱们现在的日子 过得够紧巴的了 再管管 咱们是怎么生活呀 哎呀 别说那样子 我还是回去吧 我回去借钱去 妈 妈 那个 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医院我也去不了 这样 我 我拿两百块钱 就算给我爸买第一瓶吧 李最忙 我爸生病在医院 就拿两百块钱出来 你这犯的是人事吗你 反正钱我已经拿了 你们聊吧 哎 李最忙 行啊 孙宝 你现在还怀着孩子呢 别动了开气 要不这样吧 妈现在回去 找邻居 请你再借一点 妈 你别着急 一会儿我就打电话 给我朋友借点钱 那好 燕子 我赶快去医院了 我有时间我就去看吧 你别去了 你慢点 这个李最忙 这人气死我了 只有一个星期了 刚好今天有空 我去医院看看我爸 我先问问我妈 我爸情况怎么样 喂妈 燕子 我爸怎么样呀 今天刚好我没事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 燕子 你行动不方便 你还是别过来了 没关系的 我这两天感觉身体挺好的 这样吧 你让我哥来我家接我 燕子 还是 还是别去了 为什么呀 我想我爸了 小燕子 你妈跟你说了 你千万别激动 怎么了 你爸 你爸 他已经 他已经去世了 什么 妈 你是不是骗我的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我爸生的病 并不严重吗 小燕子 你别激动 妈没敢告诉你 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 妈 我不相信 这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 燕子 这是事实呀 你爸的病 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是咱们家没钱吗 没及时的交上手术费 所以就耽搁了 妈 都怪我 你在医院等着 我现在就赶过去 见我爸最后一遍 燕子 你别来了 我先挂了 怎么会这样 爸 我回来 燕子 燕子 你这怎么了 燕子 你没吓过呀 喂 120 行了 燕子 别再哭了 这孩子没了就没了 以后 你知道身体好 咱还可以再要 你说的还是人祸吗 什么叫没了就没了 那你现在这样也不行啊 这孩子既然你又不在了 你再伤心 他也回不来了 咱们只能 往前看 过好以后的生活 以后 你还想有以后 哪里还有以后 就是因为你 我的孩子没有了 我爸他也走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这怎么都能怪我呢 这当初 妈来他们家的时候 也没说他妈的病这么严重啊 所以啊 你再给他 他200块钱 你妈他出去旅游 你都可以转给他200万 我爸他在医院里生了病 我妈去找我借钱 你就给他200块钱 就把他打发了 弟尊吗 你爸他还是人事吗 你的父母是父母 我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 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别想这么多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 你养好病 咱们赶快回家 姐 你告诉我哪还有家 都怪你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李尊玛 我恨你 我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了 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我是不会再跟你过下去了 我告诉你咱俩离婚 离婚 不是 燕子 这怎么能离婚呢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给你机会 谁给我孩子机会了 谁给我爸机会了 你现在就走 我不想赶到你 你要的 你走啊 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 你走啊 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了 我永远都不想看到你ário 好